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2月8日,那么今天也是中国股市兔年最后一天 那么从明天开始,中国的股市就要休市了 而且长达10天之久 那么网友们明天也将迎来年30 那么春节假日正式开始了 所以祝愿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网友春节愉快 今天首先与网友分享的财经头条 是今天早上美国劳工部发布了上周美国失业救济金首次申请人数的报告 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上周提交新失业救济金申请的美国人数下降幅度超过预期 这表明尽管最近财源急增 但劳动力市场依然强劲 劳工部今天早上表示 截止2月3日的一周 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下降了9000人 降至经季节性调整的21万8000人 而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之前预测是22万人 那么这个数据呢 对关注美国市场 关注美国经济的网友来讲 这是个很重要的数据 因为上周公布的美国一月份的非农数据 大大超出预期 那么那个数据究竟是注水的数据统计错了 还是真的有那么好的就业呢 那么华尔街就在等待这个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 因为它有可能是你新招聘的人多 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失业的人也多 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 那你那个大大超预期的非农数据呢 质量就很低 所以说市场希望等待今天这个数据来验证 是不是一方面就业的人多 另外一方面失业人多呢 从这个数据能够反映 失业的人呢 并不多 所以它进一步支撑了 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非农数据 上周劳工部公布的一月份的非农 新增加的就业岗位有35万3千个工作岗位 所以这个数据也进一步支撑了 我们昨天与网友分享的卡斯卡里那个观点 就美联储啊 目前可能并不着急降息 因为市场仍然还是一种火热的状态 劳动力市场仍然是偏紧的 通胀仍然是有上涨的这种压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美联储如果急急忙忙推出减息的政策 那么一定会推高这种通货膨胀 所以从华尔街来讲 对今天这个数据啊 让他们哭笑不得 你毕竟嘛 这个就业形势好 这对宏观经济是个好事 但是呢 这个又让美联储更加坚定了 不急于减息 但是市场的投资者呢 已经提前预涨了一部分 美联储上半年会减息的这样一部分预期 那么如果美联储过长时间推迟减息的话 那么由于这个因素提前上涨的部分 那就得跌回去 那么如果跌回去 对华尔街来讲 当然不愿意的事 所以这些数据啊 还在市场消化 当然也在美联储的官员内部也在消化 美联储当然会研究 还有没有华尔街和美联储都没有注意到的一些问题 也在影响通胀 也在影响劳动力就业市场 所以这个数据好了 也让大家高兴不起来 这在美国这个股市发展过程当中呢 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 你比如说2012年到14年 当时美国要退出这种啊 货币宽松 退出Q1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你数据越差 美联储退出这样一种啊 量化宽松的就退的慢一点 还让低利率时间长一点 如果数据一好 波兰克就加快退出这种啊 货币宽松政策 那么股市就会很疼 所以在那个阶段也是 数据一好 大家不高兴 数据越糟糕 华尔街越高兴 LT把它称之为无耻模式 那么现在就处在这样一种无耻的模式 就华尔街不希望看到好的经济数据 但是美国的经济似乎有点像打不死的小墙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个是今天欧洲政治网站的一篇文章 它的标题是 川普已经回来了 美国已经抛弃了乌克兰 欧洲现在在做什么呢 因为每个媒体都有他的政治立场 但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 你又不能够专门去选择 跟你一样一样的立场的这样一种媒体 你可能各方面信息 你还是要有些掌握一些 报道中指出 当德国的总理肖尔茨前往白宫时 川普正在阻止乌克兰的援助 并可能影响战争的结果 那么明天 德国总理肖尔茨就会到美国来 他会与拜登在白宫举行会谈 那么肖尔茨到达华盛顿之后 他可能会发现 川普已经回来了 至少就美国对欧洲在乌克兰最糟糕的战略噩梦的政策而言 共和党人在川普的授意下 阻止了对基辅的军事援助 这个陷入困境的国家的命运受到影响 华盛顿的挫折发生在乌克兰前线 部队抱怨弹药短缺之际 俄罗斯军队大力夺取阿弗提夫卡斯破碎的废墟 对德国人来说 这是一个特别可怕的场景 他们担心他们现在成为基辅的主要援助国 他们从未想要这个角色 更喜欢做华盛顿的助手 一名德国高级官员在舒尔茨访问前表示 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之间关于乌克兰资金的讨论 当然是我们特别关注的话题 自从俄罗斯近两年前入侵乌克兰以来 美国一直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最大的国家 由于这种志愿现在被暂停 而且几乎没有保证它很快会恢复 世界已经为乌克兰的欧洲盟友颠覆了 据德国政府信息人士透露 众所周知 肖尔茨和拜登关系融洽 他们计划周五在白宫举行一个小时的一对一会谈 肖尔茨可能会利用这种联络 让拜登告诉他 国会最终批准援助乌克兰的资金的可能性有多大 德国和欧洲比美国更依赖乌克兰的生存 对欧洲人来说 乌克兰的失败可能对欧洲大陆的安全构成灾难性的结果 欧洲的领导人担心 如果普京在乌克兰获胜川普重返总统职位 拉图维亚或摩尔多瓦等国家可能会是下一个 在讨论这一前景时 一位匿名的欧洲高阶外交官最近告诉政治网站和其他媒体 他说这些事让我熬夜 那么通过这个新闻呢 LT想与网友分享两个观点 就第一的是这个新闻向我们传递的就德国现在啊 他感觉着很着急很忐忑 因为一旦美国停止援助乌克兰之后 那么德国呢就成了中流砥柱了 那么德国目前他还没有准备好 或者说他也没有那个能力来取代美国 来领头来援助乌克兰 所以这个是德国人是比较着急的 为什么萧尔斯急急忙忙要到美国来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按目前美国两党这种争执 乌克兰援助这个计划的中断时间呢 可能比想象的还要长 因为这个里面两党呢 它是有一个技巧的 因为从大选的技术角度来讲 现在共和党的策略呢 是希望让拜登扣上一个治理边境不利 放入了大规模的非法移民 那么这个呢会成为川普与拜登总统竞选当中 最有利的武器 那么一旦两党达成了协议 拜登现在也愿意去修这个边境墙 那么一旦达成这个协议 它就会影响川普在竞选当中 攻击拜登的这样一个缺点缺陷 所以从技术上来讲 这个不是有关乌克兰的问题 这个是有关美国边境问题 从川普阵营来讲 他不希望拜登在选民当中制造一个印象 他改变了错误 他改正了错误 他改变了边境管理 他加强了边境管理 或者说最后形成的舆论 不是拜登不想管边境 之前的边境松呢 是民主党内有阻力 通过拜登的工作 民主党愿意做妥协 也愿意来加强边境管理 如果拜登有这个改变 那么就会大大影响 川普在竞选当中 对拜登的攻击的效率 因为你除了攻击这个方面以外 目前美国的经济是不错的 你很难打疼这个拜登的 所以这件事背后啊 它就是美国政治冲突 政治矛盾的一种外溢 包括这两天 明天这个塔克卡森 就要公开他采访普京的这个专访节目 过去啊 美国舆论呢 还是很讨厌俄罗斯 谁赞俄罗斯 谁有通俄门 现在的舆论呢 如果生活在美国 这个舆论再慢慢发生一些变化 就美国的有一批 共和党内有一批保守的人士呢 已经公开的在宣传一种啊 俄罗斯无害论 普京呢 并没有做错 等等这样一些观点呢 逐步在登上公开的这个舆论场合 就不再轻额啊 不再是一个很令人禁忌 或者是很见不得阳光的一件事了 所以这个就是很微妙的一种变化 那么德国人的这种危机感 或者是欧洲人的这种危机感 是非常现实的 就德国他必须要研究 美国断供之后 乌克兰这个仗还要不要打 那不打了 最后是个什么结果 那么不知道明天 这两位领导人能谈出一个什么结果 因为他俩人都不可能决定这个进程 第三条由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昨天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 称美国的贸易逆差在2023年 达到7734亿美元 比2022年下降了20% 其中美国与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 减少到4272亿 这是2010年以来最低水平 数据显示 2023年美国从墨西哥购买的商品 20年来首次超过中国 这凸显了全球贸易格局发生的变化 以及美中之间加剧紧张关系 对贸易带来的影响 美国从川普政府时期 开始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 而拜登总统基本延续了这些关税 同时寻求减少中国 在美国的供应链中发挥的作用 转而加强于美国的盟友 及其伙伴关系的贸易 那么美国贸易谈判代表戴琪呢 也对这个问题呢 谈了他自己的观点 他在芝加哥大学政治研究所的一个活动当中 他发表他的观点 他说针对美中之间的竞争和对抗 以及这个关系带来更好的平衡的必要性来说 关税是一个工具 但其实说客观的说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依靠关税水平衡竞争环境 作为不公平贸易的补救方法 在这个意义上 关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御工具 它是一个防御性的工具 你试图用关税来平衡那些不公平的贸易行为 所带来的优势 不过戴琪说 他很清楚围绕美中关税的问题 有很多的争论和情绪化的东西 而其实这是管理美中贸易和经济关系中 最不有趣的一方面 那么在他看来 更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是 在这场竞争中 美国除了防守之外 还能采取什么攻势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你除了这样提高关税 这是用防守 它有什么进攻性的手段 戴琪说 我认为这就是拜登政府 真正有别于他人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平衡这一个关系 以及在这场全面竞争中 采取的进攻策略 是通过我们自身 对我们的基础设施 芯片 科学研究 与发展 以及我们需要的清洁技术的投资 来实现 从而迎接技术进步带来的挑战 并满足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迫切需要 但是今天华尔街日报 对美国商务部 以及戴琪的这些观点 泼了些冷水 华尔街日报 今天有篇文章 它的标题就是 对华贸易逆差大幅降低 美国并未戒断中国的进口商品 华尔街日报分析称 乍一看 这似乎是由前美国总统川普 2018年对中国进口商品 征收高额关税导致的 两国经济的脱钩 实际上美国并没有像相关数据显示的那样 戒断中国进口商品 中国和西方制造商 已经找到了许多绕过关税的办法 但如果关税进一步上调至60%呢 川普正在为完成这项工作 煞费苦心 如果今年秋季 再次当选 他将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 征收60%或更高的关税 华尔街日报分析指出 从美国从越南和墨西哥进口中 很多商品生产要素 实际上是原始于中国 由于数据上的差异 很难说其中有多少 不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最新报告说 2017年到2020年 即使中国在美国制成品进口中 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 但中国在美国的消费品附加值中 所占的比例却实际上一直在上升 此外 中国公司一直在利用美国贸易法中 一向已有数十年的历史条款 该条款允许价值低于800美元的包裹 免税进入美国 也就是说这种快递邮购 像拼多多西英这种快销公司 大举进入美国市场 而且还免税 你加关税没有用 这是一个重大漏洞 分析称 这并不意味着关税没有影响 关税使受影响的商品进口减少了30% 其中一部分是通过购买 其他中国外国或美国商品弥补的 那么这篇文章 他还替中国做了一些担忧 他说2024年将是中国产能过剩之年 中国出口商面临压力将会增大 特别是锋利涡轮机 太阳能电磁板等领域 所有的中国企业都在亏钱 汽车领域也是一样 一家公司赚钱 其他100家公司赔钱 那么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文章 它实际上想提出一个预警性的问题 就中国这种产能过剩 它会越来越快的找到一种变通的办法 包括网友们平时网络上经常讲的 洗产地 包括零部件拉到越南墨西哥来组装 这样一种绕开关税的禁令 来让更多的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 这次华尔街日报 它要提醒美国商务部的 当然这个问题可能已经是一种公开问题了 大家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包括中国的网络也在公开讨论这个问题 相信美国的决策者 一定是知道这个问题的存在的 但是目前来看 还没有有效的遏制办法 但是这种贸易格局 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墨西哥超过中国 成为美国最大的商品输入国 另外一个结构性的这个变化 就美国取代中国 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那么如果说 中国商品在美国失事 是中美关系的恶化 那么美国取代中国 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个可能更直观 能够反映出来一种西方 与中国的脱钩 这个可能越来越变成一种现实了 这倒是值得网友们高度关注 第四条 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这是路途社的一个报道 报道标题是 研究人员发现 一批假的世界各地的新闻网站 背后是北京的公司 正在全球推广 亲中共的内容 这个还是让各界很震惊的 根据路途社的报道 数字观察组织公民实验室 这是一家国际NGO机构 发现在欧洲 亚洲 拉丁美洲 有一百多家 伪装成当地新闻机构的网站 正在推送亲中共的内容 背后 与北京的一家公关公司有关联 总部位于多伦多的这个组织 周三 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 这些内容 散布在三十个国家的网站上 其中夹杂着当地新闻机构 和中国国家媒体汇总而来的新闻 研究员 阿尔贝托在报告中说 虽然迄今为止 这场运动的网站曝光率微乎起微 但由于这些网站迅速增加 并适应当地的语言和内容 因此被当地媒体和目标受众 无意中放大的风险增加了 这些网站的内容 在阴谋论和攻击北京的批评者文章之间摇摆不定 阴谋论通常是关于美国及其盟国 比如指着美国科学家泄露了新冠病毒等文章 研究人员以前很少将此类行动与特定的实体联系起来 公民实验试称 这场大规模的虚假网站的这种建立 是始于2020年的中期 那么可以追溯到它背后的这家公司 叫海迈科技 就北京海迈科技 中国驻华盛顿的大使馆的发言人 在接受路透社采访中 他们发了一个文字说明 他们说从原则上讲 指质清华内容和报道是虚假的 将反华内容和报道称为真实内容 是典型的偏见和双重标准 也就是中国驻美国大使呢 他认为那些所谓的虚假报道不是虚假的 是真实的 公民实验试称 活动中的一个网站叫罗马日报 这是意大利的 看起来一点不像意大利当地的媒体 标题讨论意大利政治前景 北部省份的热气球节和新闻发布会 但在主页的一角 新闻发布的暗流上 却一系列中国国家媒体的文章 主题包括 中国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贡献 以及中国对新技术创新的推动 公民实验室发现的网站的大部分内容 还来自一个叫 时代新闻网站 网络安全公司的分析师 去年发现这个网站是针对美国受众 对中国单独影响力行动的中心 那么根据意大利媒体的报道 这个所谓的罗马日报 在意大利没有进行合法的新闻机构的注册 那么对这个新闻 LT只想做一个方面的判断 就中共 他现在是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他想做更多的这种 意识形态的扩张 渗透 那么过去 是通过一些大外宣 赔一些钱 收买一些人 现在中共习近平的他调整了一下策略 他目前并不是太依众所谓的 资钱给钱 给海外的一些华人去办业亲共 目前还有维系这种关系 但这个不是主要的 习近平在对外宣传工作会议上强调 他要利用西方的这种舆论工具 就在西方的主流媒体上 来宣传中共的这个价值观和意识形态 另外一方面就是 中共直接在海外创办这个媒体网络 但是LT好奇 就是中共做这些事 能够达到什么效果 或者这种投入与产出之间 有没有一个合理的关系 但这个在西方看来 这个就是习近平的一种赤裸裸的一种 全球野心的表现 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事件 是梅西到香港访问的这个事 在进一步发酵 这还没完没了了 昨天LT还与网友分享 要按往年中国小粉红的脾气 早就给梅西扣上乳滑的帽子了 因为世界最大牌球形 小粉红忍来又忍 只是抱怨这个不合理 但是今天中共的党媒率先撑不住气了 中共的党媒这次比小粉红还要激进了 可能也是中共感觉这个事 小粉红还是太含蓄了 骂得不够给力 所以今天中共的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 他就把对梅西的抱怨推到了另外一个极致 就性质就变了 这个还不是抱怨的问题了 就是要劈倒劈臭了 而且把梅西往特务那个方向去弄去了 现在抓特务 现在抓到梅西头上去了 环球时报今天的社评当中说 在香港的比赛成为梅西目前六场季前赛中 唯一缺证的一场 此前外界已有不少质疑梅西和迈阿密国际队搞区别对待 日本比赛的情况曾被放大了这种质疑 以及对麦阿密国际队和梅西本人的诚信的质疑 环球时报社评进一步说 此时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体育范畴 你看他这个就给定性了 这个不是个体育的问题了 外界对背后真实的原因有许多猜测 有一种说法是 起作法有政治动机 香港有意打造盛世经济 有外部势力 借故要借此让香港难堪 从事态发展来看 不能排除这种猜测的可能性 而且环球时报最后还恶狠狠地扔下一句话 没有永远不过时的球星 只有永远不过气的对足球的热爱 谁要背离这项运动的初心 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不会有好结果 这个恶狠狠的有政治动机 不会有好结果 这个也算是代表中国共产党出了一口恶气 也把这些球迷或者这些粉红的不满 提高到一个爱国主义高度上去了 因为这是外部势力 故意借此让香港难堪 所以这是第一个发酵 就是梅西被我党认定为敌对势力的代表了 或者受敌对势力的指使来破坏香港形象了 第二个发酵在香港也是 香港的亲共的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 那么在嗅到了党的声音变化之后 人家这个尺度也放大了 叶刘淑仪两次发文声称 香港人痛恨梅西 痛恨迈阿密国际队 以及他们背后的黑手 因为他们刻意且有计划地冷戴香港 而且叶刘淑仪提议 绝不应该再允许梅西来香港 那就要禁止梅西来香港了 那么按环球时报这个观点 当然也是应该禁止梅西载到中国 这是第二个发酵 第三个发酵 中国足球的最高机关 足鞋现在是个很倒霉的时期 足鞋的大部分的官员都被抓到牢里面去了 那么现在非常柔弱的这么一个足鞋 经不起再折腾了 经不起再打击了 政治上再犯错误了 所以今天中国足鞋就做了一个动作 就在网站上把有关梅西的新闻报道 全部撤出了消失灭迹 没有梅西这个人了 中国足鞋这么做不知道要什么逻辑 你把它弄消失了 梅西就不是世界级球星了吗 那么进而又放风 因为下个月原定安庭国家队 要到中国去打比赛的 那么现在中国舆论都在讲 那么这种情况下 怎么还能让梅西来呢 所以今天中国舆论普遍在议论 说梅西下个月可能来不了中国了 这是第三个方面的发酵 第四个方面的发酵呢 是今天有中国的体育记者 也在向中国的网民来揭示这个真相 究竟是怎么回事 包括昨天也有网友在LTE 这个视频下面留言评论 说这个说好了上场不上场 这个就是欺骗 这个梅西啊 有人品问题 那么实际上问题的核心在 香港的这个主办者 究竟与梅西 与Miami国际队 究竟签的什么合同 这个合同上究竟有没有要求梅西 必须上场 那么今天有中国的体育记者呢 也把这个真相 向中国的球迷呢 也做了介绍 主办方他并没有与梅西签合同 主办方只与贝克汉姆 控股的这个Miami国际队签了合同 而且这个合同是5000万港币 就来打一场给5000万出场费 那么在5000万出场费 这个合同里边 并没有要求梅西一定上场 所以这是最关键的 就大家有时候义愤填衣的 你合同并没有要求人家 人家身体不好 当然是可以不上场 所以这个是你合同的漏洞 你全场卖了4万张球票 就是来看梅西的 你明知道香港的市民是来看梅西的 你为什么不在合同当中来约定 梅西上场以及上场的时间呢 所以这本身是主办方 香港主办方的 是他的问题 第二呢 在这场比赛前 梅西呢也承诺上场踢10分钟 但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主办方要给梅西加戏 要见什么香港官员 要讲什么话 这个梅西就脑露了 一气之下 我10分钟也不提了 所以说梅西这个中场突然改变计划 或者突然黑脸 这个里面有可能是 迈阿密国际队 与梅西之间沟通有问题 那么更大的可能性呢 就这种啊 中场要加戏 加戏这个事儿 很可能是香港官员 他们又在搞一些出格的一些政治活动 政治宣传活动 这个让梅西没办法接受 所以说中场加戏 要求梅西加戏 这个导致了梅西 临时取消了原来打印的出场10分钟 所以呢 第二个原因也是与这个主办方有关 你不管是香港政府要求你的 还是你自己制作主张的 你为什么要提前给梅西加戏呢 第三个方面呢 是香港政府呢 为了蹭这个梅西的热度 他并没有与迈阿密国际队签任何合同 他提出来给补助 要让李特首去亮个相 给这个赞助方 主办方一笔钱 这个是你们之间的事 这个迈阿密国际队也没拿到香港政府的钱 所以这个事发酵来发酵去啊 你骂来骂去 第一梅西呢 他是有这个权利的 尽管你不舒服 但是他是有这个权利的 你法律上 你有办法你去追究他 你没有办法追究他 你就得忍着 第二你要检讨 LT第一次分享这个行文事件的时候就提到 这个主办方 他确实这个合同本身是有漏洞的 你既然让球迷失望了 你又是打着梅西的旗号 卖的四万张球票 那么主办方当然应该退钱 但是这件事被中共的党媒发展到政治领域 把梅西定为反华势力的代表 这个就让这个事件又增加了一些滑稽性 你能够看出来中共的一种心胸狭窄 而且分不清事件的大小 就这么一个国际头号球星 一下被中共党媒定为一种反华分子了 你如果这么来定尺度的话 那么中国在世界上的朋友会越来越少 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今天中国国家统计局 如期公布了中国一月份的通货膨胀的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呢 仍然给资本市场传来非常非常负面的信息 中国一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也就CPI 年减0.8% 降幅比上个月扩大了0.5个百分点 这个超出了市场的预期 这种超出呢是负面的超出 那么这也是中国的CPI连续第四个月 处于通缩的区间 中国国家统计局官网今天称 这是受去年同期春节 错越高级数的影响 他说去年的春节在一月份 其中城市下降了0.8% 农村下降0.8% 食品价格下降5.9% 非食品价格上涨0.4% 消费品价格下降1.7% 服务价格上涨0.5% 那么扣出食品能源价格的核心CPI 年增0.4% 保持温和上涨 那么环比呢减少了0.3% 涨幅与近十年同期平均水准相当 那么对这个新闻呢 LT只想做一个方面的评论 那么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 这种啊 物价越低当然是越好 但作为宏观经济的指标 这个通胀指标来讲 连续四个月 处于下降萎缩的状态 它反映的就不是价格下降的问题 它反映的是人们消费 是缺乏动力 消费缺乏动能 像美国为什么美联储一直打通胀呢 他就说你就业市场太强劲 同时呢 员工的薪酬工资又在上涨 那么就会让消费者有更多的收入 更多的收入 就会导致更多的消费 更多的消费就会推高通货膨胀 它是这么一个逻辑链的 那同样用这个逻辑 你中国的这个CPI一直是负数的话 那就反映的就人们的收入没有增加 人们用于消费的投入支出没有增加 这个就很可怕的 一方面你的产量在增加 另外一方面呢 你的价格又在下降 那就是产品的过剩 所以这种通缩时间长的时候 是经济学上是非常头疼的问题 这个比通货膨胀还要难对付 但是中共到今天为止 他并不承认他处于通缩状态 你看最令人可笑的是 新任亚航行长潘公胜 去年宣布说八月份以后 中国的通胀就会转正 但是你看他说 自从他讲了之后 一个月不如一个月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普通消费者 你来理解这个问题 与宏观经济学理解这个问题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也加剧了人们 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一种担忧 最后再与网友分享 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 今天习近平出席两场 有关春节拜年的会 一场是给民主党派的这些人 开座谈会 那么在这个座谈会上 习近平就呼吁民营企业家 要对中国的经济有信心 要与中共一起来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 这些习近平流露出来 民营企业现在情绪不高涨 情绪不高就跟我们一起大合唱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讲话 另外一个讲话 受到国际舆论的关注更多 今天国际主流媒体都做了报道 也是习近平在另外一个更大场合的 春节的这种团拜会上的讲话 就新华社报道称 中共中央国务院 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了2024年春节团拜会 习近平代表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对台湾同胞在内的各地民众拜年 那么习近平在这次讲话当中 有一段讲话 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 也议论很多 习近平讲话中说 一年来中国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中 基调果断实行新冠疫情 防控转断 这收放自如 推动经济恢复发展 经济总量超过126万亿人民币 粮食总产量再创新高 就业物价总体平稳 放眼全球认识风景这边独好 科技创新实现新突破 新制生产力加快形成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基本完成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迈出新的步伐 成功举办了成都大运会 杭州亚运会 体育进而创造良好成绩 众生推进 全面重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 不断巩固良好的政治生态 坚持人民至上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持续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 用心用情解决人民群众 极难仇叛问题 全力以赴 应对自然灾害和推动灾后恢复建设 社会大局稳定 积极支持香港澳门 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坚决反对台独 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 有力捍卫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扎实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为变乱交织的世界 增添确定性和正能量 展现了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担当 哎呀 这段话 这个气势磅礴 也很豪迈 那么国际舆论的主要是质疑 这个习近平说 这个风景 仍然这边独好 那么他强调这个仍然这边独好 这个就有点化石添足 这个可能体现一种不自信 潜台词就是说 人民群众 你们不要认为 以前我每年都是风景这边独好 今年就不独好了 今年仍然是独好 这个说是讲给那些 认为中国的形势有困难的 那个舆论厅的 这个也体现习近平的一种 很直率 那么对习近平的这个讲话 LT想与网友分享四个观点 首先第一是 当前习近平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就大家关心中国问题的网友 你也可以琢磨一下 LT个人认为 习近平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是人心散了 就像那个葛友讲的 人心散了 队伍不好带了 他为什么现在人心散了呢 因为中国在过去 三十多年高速发展过程当中 这种经济的高增长 给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改善 成为凝聚这个国家 最有效的这样一种凝聚力 但是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呢 中国结束了高增长 或者按李克强的话讲 就两种红利时代已经消失了 就加入世贸组织的红利 已经消失了 人口大增长 就劳动力大增长的 那个红利也消失了 就中国的整个发展模式 发展环境已经变了 结束了高增长 那么结束了高增长 所有的问题 矛盾 它就更会显现爆发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过去党抓什么什么灵 现在抓什么什么不灵 你看习近平说抓房地产 房地产抓不上来 抓青年失业率抓不上来 抓地方债越扎越大 就现在中共过去 很少有在中国干不成的事 但现在几乎什么事都干不成了 这个对中共对习近平 失去信心的不仅是国际舆论 中国民间对习近平 失去了信心了 所以人心散了 不完全是习近平的个人原因 主要是中国结束了 那样一个时代 就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这个给中国整个社会带来的失落感 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习近平面对这种情况 他也没有办法 说手无策 所以人心散了 是当前习近平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那么习近平面对人心散了 对我不好带了 他有什么招数呢 习近平想来想去 这不知道是蔡奇之的招 还是王库宁之的招 有一个招来对付人心散了 什么招数呢 畅想经济光明论 你人心散了是认为大家认为 预期形势不好 悲观 对未来悲观 我们把未来的包装成形势一片大好 让人民群都每天唱形势大好 经济光明论 这个不就能够收回人心了吗 这个不就对物不就好带了吗 所以说你看习近平 他思来想去 面对中国今天的这种困境 他认为最有效的办法 捷径 就是大家都来齐声高唱 经济光明论 所以他今天在民主党派拜年 他要求民营企业来加入我们一起 唱响经济光明论 就不管我们共产党唱 党没唱 民营企业家也跟我们一起唱 唱了就没问题了 习近平这个逻辑也很有意思 以后得病了 就跟着大夫一起喊 好起来好起来 病就没了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观点的是 这个人心散了 包括习近平认为只有来 唱响经济光明论才能救中国 这个他实际上是反映了习近平在回避一个矛盾 回避什么矛盾呢 就习近平也好 中共也好 并没有做好准备 并没有做好应对 适应中国进入一个低增长期的执政方式的准备 这个他没想好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 中共对青年失业率的突然增加 束手不策 不知道怎么办 那最后还是用习近平的办法 就不公布了 实际上人口的问题 产能过剩问题 中国的这个宏观形势 经济形势恶化的问题 不难测算出来 青年失业率会陡身 那么这种应对的办法 和舆论应对的策略 早就应该有的 但是中共他没有 没准备好 他完全没有预案 因为在过去几十年内 中国的所有的问题 按邓小平的话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只能靠发展来解决 就用增量来消化以往的矛盾 但是这个增量突然减少了 没有那么多增量了 这些矛盾就没办法消化了 中共党内有一个7%的定律 所谓的7% 也就指当GDP增长在7%的这样一种速度下 它可以消化中国所有的劳动力 新增劳动力的问题 如果低于7% 那么就有一些新增劳动力 无法就业 或者是出现大量的失业 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 已经到了45%了 如果真实可能在1%左右 那么这种情况 青年失业率就是大幅增长 就是一种必然现象 但是这种应该是模型计算 应该是容易判断出来的问题 但是中共就没有预先准备 它显得硕首无策 不光是目前 包括中共最新的经济政策 也没有做好 应对低增长周期的这种宏观现实 第四个向网友分享观点 你看习近平 他这个还是属于一种自闭症 自欺欺人 怎么风景这边多好呢 刚刚经历的股灾 尽管这两天有所反弹 但是全年中国的股市表现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里面 毫无疑问倒数第一 中国的这个股民形成的怨气 并不可能通过这两天的小反弹 能够解除 这叫风景这边多好嘛 那么在过去的一年 国防部长突然失联了 国防部长突然失联了 这在哪个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俄罗斯在打仗也没出现这种情况 这叫风景多好嘛 房地产的价格下跌 法拍屋的大量增加 甚至人们在免费送房子 就供不起贷款了 找下家 原来我供的房子就算我买单了 这叫风景多好嘛 地方在越滚越大 这叫风景多好嘛 所以习近平讲出这个 风景仍然是这边多好 他本身也体现出来一种不自信 但是呢 他还要强行给自己呢 打气强行麻醉自己 那么这种谎话说多了啊 可能别人不相信 自己相信了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习近平的 执政面临的最明显 回避矛盾 用虚假的描绘 来掩盖 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